你好,政治揭露 出交友日是6月15日 你都会觉得,这么快又出政治揭露 不出中美争霸的 因为6月15日 我就要看他 会不会出特朗普 惩罚中国的清单 究竟出什么,我才做中美争霸 不好意思,再迟一点才出中美争霸 另外,昨天6月14日 一地两点 通过了 都沸沸扬扬的 一地两点 正如我们之前说的 他们号召千军万马 来去撑场 但是撑场结果得到什么呢 得到呢 泛民有200人 哇 相信东方都不是选一个 就来走的时候了 他们肯定就不算多人了 你想想 那个投射机 那个白幕 隔开还有这么多空位 证明就没什么人 证明就没什么人 说到又说很厉害的 泛民的支持者 为什么不撑头呢 对不对 喂 那我在加拿大撑不到头了 但是你们说很支持梁天琪的嘛 反赤化不想香港退步的嘛 为什么不出来呢 那后期做个画面 就和建制派又是 对啊 傅振宗啦 有人不断吵吵吵 喂 你们为什么这么少人呢 刚才的画面好像人多 但是搞来搞去 百几二百 哎 哎 就是个个都在归宿 那当然了 我都不想说 再扔回 扔一些画面给大家看 哇 他们那五个是怎么 什么 抗俊宇呢 就在十三号那天 就是前天 就站高在桌子上 整个白痴那样 就是我又不会说 有些蓝丝就说 喂 抗俊宇呢 其实就是烂仔 我不会这么形容他 那站上桌子呢 就叫做白痴 那些保安民 是不是一样拿你来呢 就是你们那五个 譬如说 许智峰 林卓廷 歐乐軒 鄺俊宇 还有 尹兆坚 你五个 除了歐乐軒 已经退党之外 五个都是民主党员 那你们去做一些这样的动作 又要撲上前面 我看到 尹兆坚撲上去 看到 林卓廷 三白眼 都在这儿跟保安争扯了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些保安觉得 受伤 我当然也不敢说百分百 保安伤得很厉害 那有什么需要呢 为什么要 黄毓敏以前做租的那些帮法 你们五个民主党要学到足 为什么你们会变成黄毓敏的徒弟呢 你们去学黄毓敏那样 那你们不是卖色温和的吗 你们说不支持港独的嘛 但是你们整群契狸 里面有条线 法政会司 不是你何俊仁啊 李柱铭那些去搞的 法政会司 那公民党也有人派了 那你们 现在变成激进 变成大家都不想再支持你们 我自己呢 回顾一下 我其实09年尾 我是有参加反高铁的 2010年头呢 我连续几日 都在旧立法会的门口 就去示威反高铁 在那时候的事域里面 又觉得 那669亿为什么呢 我去反对的原因就是 喂 因为我自己呢 都有听那时候的港者说话 就是呢 原本啊 廖秀东呢 在2007年下台之前呢 他们在谈谈高铁 那廖秀东呢 就要求高铁呢 就是建到去錦田站的 那呢 其实在一个实用性来说呢 我觉得建到錦田呢 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廖秀东呢 因为他坚持 是高铁 不应该建到西九龙 就应该建到錦田呢 他在2007年就连任不了了 当时呢 郑宇华 不是郑宇华 不是郑宇华 郑宇华呢 当时的 房屋及交通局局局局长 就在2007年呢 就是廖秀东下台之后呢 就由很短时间 可以说两年松的时间 立刻就砌了一个高铁放昂 当然 有很多问题的 他用两年时间游灵 去砌建 所以呢 其实就 高铁呢 就 那时候 预备不足 但是都是问政府拿钱先了 他 2010年拿完钱之后呢 拖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拖到要2018年 才真真正正 去建好 建筑期呢 如果是我算不理的了 当2010年拿了钱 他建筑期足足八年 这个原因当然是 拿了钱之后呢 高铁呢 还有很多东西 但是为什么 廖秀东 他说建一条高铁 在锦田 就会被人炒油呢 你看到呢 高铁呢 很明显是在石江军营的 东面的 錦田呢 就在石江军营的西面的 那整条铁的走向不同了 那他在冠营隔离 其实呢 很明显呢 我想在那个年代里面呢 曾庆红去主导香港的政策啦 曾庆红是2007年大约10月左右 才把港澳小组交给习近平 那曾庆红 他在2007年的时候 他要把高铁 要香港起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要走进去西九龙 中间要经过石江军营 里面全部都是一个军事需要 我认为 那你说军事需要有没有问题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国家 为什么香港不承担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安安全的责任呢 就是因为高铁 经过石江军营 如果遇到外敌 遇到有些人 要侵佔香港 高铁可以说高速运兵 走到石江军营 但是走到石江军营 他可以开一条叉 入完感田 之后 另一个叉 就放在车厂 走过去 现在这里 石江旁 可以两边的 因为高铁开叉在两边 为什么不在感田造站呢 如果一定要停在石江旁 我相信主要原因都是军事理由 就是上一条高铁 直通进去西九龙 我现在去看 这样的起发 当然是有自己中国的需要 那当时曾荫权 就很厉害的 他帮美国佬很快 很快通水给英国佬美国佬知道 很快 我们普通公众 都没办法知道高铁是什么的时候 原来 那时候林辉 那时候最出名的 雙辉一临 整群人渣 现在全部都是泛民狗 我不会冤枉他们的共调 林辉 陈景辉 叶宝林 在那次反高铁 一亿就造红了 但是这些泛民的阻交废青 那时候我支持他们的原因是 我想不通过政治大局 对香港自己的本位的决定来说 这条高铁真的不需要走进去西九龙 我认为 曾荫权通水给泛民听 泛民就很快组织到反高铁 现在还可以 那时候 那时候 刘慧卿这些美国狗 他做财委会主席 他就帮忙通过这669亿 制造到这个情况 就是很粗暴地拿了669亿 因为其实那时候已经说了 一地两检是 不行的 2010年 那时候 反高铁的人已经提到 一地两检 但是说一说就不再重复 可能觉得一地两检大家听不明白 那些阻交到发神经 不断锁 就在塞原村 现在又回望 所有这些一切 射运 由刚刚崛起 我想是2009年之前 香港人根本哪里有人搞射运 大部分都会觉得 共产党管就算了 香港2003年搞得很差也好 后来吃走了董建华 就由他 去到2009年的心态是这样 去到反高铁开始 就是2009年的年尾 12月开始 轻运就开始爆发了 反高铁是香港 反对运动 逐步进入高潮 的开始 这个是这个事实 那时候我是被吸引的 就是我去参加反高铁的 我不可以否认这些历史 我去很留意香港政治 都是由反高铁开始 但现在你看回就是 如果一个国家 他要保持他里面的统一 他为了保持他的军事需要 如果那些外敌 譬如说泛民 既然可以在旺角 制造暴动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美国佬 会不会在 九龙这些核心区里面 找200支枪 把香港变质利亚呢 如果高铁 可以说立刻高速运兵 可以是 真是 尽快去保持香港平静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有需要的 现在我是这么看的 你说哎呀我一口两舌 又说我反口覆舌 就是我变的原因是 会觉得喂 我真的我那时候反高铁 我没想过香港有可能变叙利亚的嘛 2009年和2010年 敘利亚都没扑街啦 是不是啊 喂 那时候我去反高铁 或者之后参加社运 我一直都没想过香港会可以暴动的嘛 我没想过可以乱的嘛 我打算说香港 不应该花那六百六十九亿 那时候 我只是想 为香港好 那时候 但是我打算跟着那些人去反高铁 反回那些人 会越反越离谱的嘛 反到今时一日 今时今日 去支持暴动呢 我给你们看一些旧的东西 这个图当然是有人做过一些整理的了 他说推动 粤港区域经济融合 2011年5月5号的 那当时呢 有一批人是贊成的 吴可疑 湯家驊 那些 李卓人 那些 那些 但是呢 这些比较深色一点的 其中包括陈淑庄 梁家杰 余若薇 或者民主党 那些人全部都在那里了 全部都是积极研究 增设一地两检 去到现在了 这些人 你怎么可以现在大大声声 喂到一地两检 将议会搞到乱了呢 即是你看到他们那些动作 何其讨厌呢 人家说话 他都在那里吵 你们在那里发跌 你如果是通过的 那又怎样呢 香港人已经死了一千亿了嘛 你反过来 哎呀 香港人不要给我一千亿 哎呀 真的香港人亏了 香港现在 找的钱 在哪里来的啊 那些钱 那些上市公司 有哪一家不在大陆做生意啊 啊 新的那些上市公司啊 喂 喂 现在说 喂 我们都看小卫来香港 上市啦 喂 同股不同权 喂 即是 现在香港 你找那么多大陆人钱 即是 你有些印花税啊 其实我不喜欢楼市升 但那里有很多大陆买楼 那些钱 政府的钱 很多都是从大陆来的 大陆有军事需要 那难道不分担呢 那现在都给了 你很不分气了 什么都好了 但现在你香港 是不是可以和中国 断开呢 全中国周围都用高铁 香港不用呢 香港不用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即是你们那时候觉得OK的啊 啊 为什么2011年你们觉得OK呢 你给回个理由我听 为什么你2011年觉得OK 为什么2008年 7年之后就变了不OK的嘛 陈淑庄 即是你们现在 你在这里搞得沸沸扬扬 搞到 搞到大桌大闹 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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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保安有摩擦 跟着又说 又说去厌商了 又说有抓行又有成 我觉得是 都挺无耻下的 真的挺无耻下的 你的党2011年全部都是支持 是一地两检的 那你们怎么解释呢 除了一地两检之后 我有些personal的东西 我就想拿来说 较之前有人拿我的个人资料 因为是我的gmail 给美国那方面的黑客 就爆了我的个人资料 那有些网友 就在这里说 我收了八三万 我哪有Jonathan C.K. Ho 那么有财降 开个channel 就是youtube 就骂一下支联会就有人 入八三万给他买中银股票 第一件事 那八三万我真的要正式交代 但我很难在Facebook展示 一张入数纸 这张就是我的入数纸 是我把钱 入去 入去 这个City 入去的日子 是什么呢 你看到了 2014年9月8日 这里90万 另外一张 入数纸 这些都被公开了 我不怕给大家看 另外一张 2013年 11月21日 又是我入到City 的证券 就是中信证券 我入了三十万 给中信证券 就是这两张 他们拿着来 就九十 加三十万 其实八二万 不知道为什么他 这位仁兄 说了我八三万 画面就看到 只有八二万 那这八二万 是我 给到他的证券公司 还要是2014年 再看一次 2014年9月8日 另一张 2013年11月21日 有时候的东西 有没有那么无耻 我自己的钱 在我没有人息的时候 那你们现在老屈我 说我自己的钱 是共产党给的 我一直都说 我自己有钱 读神学的啦 喂 那你现在拿一张 入数纸 那什么意思呢 喂 你们无耻 不卑鄙的地方 在这里嘛 拿了什么中银股票 啊 真是不怕了 真是鼓你个废 这张呢 是我2014年 的中银股票 当时都没有人息 我要拍下一个实物 全部有这个名字啊 地址这些 我这些是在我选举时的公开地址来的 拿了中银售股票 那就叫头贡啊 啊 这张中银股票 2013年11月27日的ease date 这张又是 2013年11月27日 喂 有没有这么无耻啊 即我2013年 11月27日 已经有钱 买这两张股票啦 2013年有哪个认识我何志刚啊 有没有搞错啊 说我收钱 喂 你们没有东西 那些材料就在hacker那里偷 偷我咸丰年前 我一直都说我读了四年神学 自己给钱读的啦 即你们现在去到泛民 你去到已经完全 是没了了 你可以说高铁2009年 曾荫权帮你了 玩舍运玩到高潮跌起 玩到黄毓民变成教主 变成神 玩到今天 2018 你们已经是封卷残魂 残花败楼 日落西山 现在的问题是 你们在那里扮漂亮扮劲的时候 你们这帮扑街 就用那些黑客 爆人家 几十万年前的东西 我没人认识的时候 买一张股票有什么问题啊 2013年11月27 你看到我有钱买股票 我没有人认识的时候啊 当时我都四张东西啦 我够72年出生嘛 2013年41岁啦 百多万很少钱而已 对一个41岁的人 就是当你们 仍然是 就是 随便看些东西 以呃串呃 你们根本 泛民 是一帮卑鄙无耻的流民啊 你们反高铁 反乌反乌 最后成了些什么气候啊 香港人为什么不出来呢 不支持你们呢 是因为你们欺人真嘛 你们支持梁天琪不无耻嘛 要爆人资料 下一节就爆回你们 如何美化梁天琪 美家路建民 即是骨鼻肉麻 我 骂差你们 为什么会有客人啊 为什么有人看啊 是因为你们真是仆街嘛 真是伤天害你嘛 你们在这里赞美美化梁天琪 你想 你期待的就是流血咯 如果不是 你为什么要去赞啊 下一节回来再说 你不是我们今天 你在经续的地方 你还是解决的地方 你就不要打开 你又没有 你现在